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可以先填写你要的宽度跟高度 那我在这里设定20公分 接下来水平跟垂直 那如果行更列搞不太清楚的话也没关系 只要记得水平就是横线 垂直就是直线就可以了 水平我先填写10 垂直我先填写5 你们可以依据自己的表格数量-1 那为什么要减1呢 接下来要跟你们说哦 先按下确定键 表格出来以后呢 垂直的部分有1、2、3、4、5 所以呢它总共有6格 1、2、3、4、5、6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请根据你们格子所需要的数量 做减1的动作哦 那这些格子你想要修改它的颜色或是宽度的话 一样用黑色箭头点选 在宽度的部分可以做调整 那如果说你今天想要调整的是外面这一圈 里面格子不要改变的话呢 点选格子的物件以后 按下滑鼠右键 选择解散群主 点一下空白处 再点一次你要修改宽度的笔画 这时候就可以针对局部去做调整 如果说今天表格 你希望这部分能大一点 其他部分小一点的话要如何修改呢 我先加后面这个正方形 选择物件 锁定 你就可以先用黑色箭头 我先点选这条线 往右边拖曳 接下来你用黑色箭头 一次选取这5条线 记得选取的范围在这里 不要选到下面这条横线哦 选取这5条垂直的线就好了 然后点选水平区分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比较追求细节的人的话 你可以先按右边这条线 复制 复制到最右边跟原本的外框重叠 然后接下来一样使用黑色箭头 选取这6条直线 按下水平区分 然后将原本最右边的线删除 12345的格子就会呈现一样大的状态咯 举行隔线工具 用拖曳的方式它就可以出现隔线咯 按下键盘中的上 它会增加水平隔线的数量 按下下就会减少 按下左跟右 就是垂直的部分 按下左 按下右 确定你的格线完毕以后 就可以放开滑鼠 如果针对AI的课程有什么想要学习的话 都欢迎你们留言给我 喜欢我的影片建个喜欢 把影片分享出去 记得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课程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